逼喝尿 剃鷹毛 變態狼求行九年 北市48歲變態男子黃明德 去年2月12號清晨 在萬華一家卡拉奎店消費 清晨離開時 藉口順路回家 邀約40歲女職員 一起搭計程車 變態狼騙被害人 有東西要他看 引誘他回住處 一進門就把被害人 拉進臥室反鎖 毆打被害人 強脫衣褲逼他口交 還變態的逼被害人喝尿 之後又拿剪刀威脅 用剪刀扇子握柄性侵得逞 還剃光被害人的陰謀 被害人假裝拿錢給變態狼 趁機奪門逃走 跑到馬路 踏上剛到站的公車 才甩掉頸椎在後的嫌犯 趕緊報警 嫌犯被逮後 硬拗是被害人 嫌性交易的費用太少 想敲詐才誤告他 但變態狼未通過策謊 檢方日前依加重強制性交罪 對他求刑九年 台北地院下月八號宣判 宇宙新聞台北報導